台北市疫情最严重的万华区 有四间小学在疫情爆发之后 宣布全校停课 分别是老松国校 龙山国校 双园国校 还有靠近万华区的银桥国校 从17号停课到23号 不过今天一早 万华区还是有其他不少的小学 照常上课 这也让家长很紧张 赶快跑来学校 帮小朋友请假 直接带他们回家 才开始上课没多久 家长就急匆匆跑到学校 要把小朋友接回家 因为社区感染扩大 校区又在疫情严重的 北市万华区 学校不停课 假装只能自行帮小朋友请假 今天是来接小朋友回家 担心一直有关系 对对 因为看新闻看了有点心惶惶的 社区感染一爆发 台北市万华区 有四间国小宣布全校停课 老松国小因为这里筛检站 比较近 恐怕有感染疑虑 龙山国小后面刚好是茶街 担心会有较多感染源 双园国小 叶团国小 则是因为有确诊个案 这四间国小立刻宣布 从17号全校停课到23号 但其余国小统统照常上课 让不少家长担忧 万华明明是重灾区 怎么不全面聚课 有的小学可能是住在 那个四个学校的部分 包含有两个理事 比较严重的地方 他住在那边 可是他有可能跨去到 跨到别的学校去读 就读的部分 与其这样子不应不如就万华去所有的小学 全部都停课 但学校要不要停课都是按照教育局指示 看看停课标准 有一个学生确诊就会全班停课 两个学生确诊则是全校停课 已经被托相关措施 就等中央宣布停课 万华区还有一间幼儿园 传出有客户美术班老师确诊 原方也紧急宣布 从17号停课到28号 并进行全面消毒 疫情还在持续扩散 教育单位配偷措施 但是不能马虎 记者时间干人地台北采访报道